同时我们注意到 因为科匹在上个月的16号 他自己说要一个月清零 显然今天到期了 就跳票了 环南市场怎么回事 原本说的第三次是全部要筛 要普筛 结果搞一个什么 大规模精准筛减 结果现在又删出确诊数了 其实这个环南市场 大家很担心 因为你筛了1675个人之后 你就找出三个阳性 那过去他一次筛 应该都是做三四千人以上 所以大家当然会去问说 你其他的两三千还没筛的里面 会不会又有几个 所以我其实一直在讲说 台北市政府在这时候 他的所谓的对于PCR 叫做习筛如今 很奇怪 因为我们又不是叫他做全市普筛 你应该是说按照既定的计划去做 根据我知道这个环南市场普筛 其实是请到台北龙总 来帮忙台北市做 那所有的量能其实都准备好 没有量能不够的问题 那我不知道市府这一次 是不是又是因为所谓的经费 觉得你筛三四个三四千人太多等等了 但我觉得这种考量是非常荒谬的 因为你要看到我们隔壁有个对照组 叫做新北市 新北市疫情也很严重 可是他采用了一个战略 叫做广设筛检战 任何有症状或你自觉有问题 全部来筛之后 你看到了他的现在压制的状况 比台北市好很多 以今天来讲台北市的确诊的数字 又再一次的再往上了 那其实我们最关注的一点 叫做居隔阳性的比例 还是没有拉上来 也就是说有很多人呢 其实他是没有被我们的防火墙抓到 没有被台北市的疫调抓到 所以今天这个大家在 这个开玩笑讲说 柯文哲你一个月到期要怎样 我觉得当然他爱讲大话 他自己要负这样的政治后果 但是问题是说 他在这种所谓匡列隔离 跟筛检的思维一直很局限 他一直局限在他自己既有的经验 他从来不参考别人的经验 昨天我看台北市的记者会 越看越觉得很荒谬 我们的柯市长开始在讲说 他要去测量这个下水道的病毒 对不对 然后呢他要去做电信足迹 然后要调这个资料 讲说因为疫调越来越困难 我们要这样做 不好意思市长 你讲的这些方法呢 其他别的县市早就在做了 我们全国已经做了一整年 全国从去年做到现在 过去的前面前几个案例 包括从一开始 最一开始的白牌车司机等等的 这个电信足迹早就在应用了 但是却要时至今日 一直到了现在 柯文哲才在说 我们台北市现在要开始来做这个 做那个 大家当然会问你 难道你之前都没做吗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呢 不要去说什么外界都在污名化 台北市 是因为市长 你自己个人的言行 表现得好像你是新来的同学 刚来这边上课 每天都说 我又学到一个新的 但其实人家早就已经都做了 那我说我觉得 现在 当然中央我是觉得 台北市很客气 我个人是觉得说 你不需要再这么客气 因为 现在到7月26号 时间并不是说剩下很多 如果说到了7月26号 我们还是维持台北市 可能一天10个上下的时候 到底要怎么样去处理 这个三级警戒的问题 全国人民都在等台北市 他变成一个烫手山域 对 所以你这个时候 你进来协助台北市 把疫调框列跟筛检 全部做好来 我相信全国的人民都会赞同中央 采取这样的做法